万物之理 古人称之为道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丰富的表达之一 老子讲天道 孔子讲人道 庄子也说道亦有道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呢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天道愁勤 那么地道愁什么 人道愁什么 天道简单地说就是天体运行变化之道 天道愁勤 取点于周易挂词 天行鉴 君子已自强不息 天道愁勤的意思就是说 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勤奋 给予相应的酬劳 多一分耕耘 多一分收获 只要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将来也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收获 什么是勤呢 珍惜时间 勤奋的勤奋 勤奋的人大都是有着 勤奋奋力的思想 所以勤奋的人能努力地对待所有的事 因此勤奋的人在自身发展上也更加地得力 天道愁勤 自强不息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女娲补天 夸父追日 精卫填海 行天五干七 中国远古神话充满了人和自然搏斗 对天地的抗争 以及切而不舍 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在历史上 天道愁勤 也是我们生生不息既往开来的精神动力 唯边三角 卧心尝胆 文机起舞 悬梁刺骨凿必偷光 天道愁勤 自强不息 也是激励一代代国人 拼搏进取的力量源泉 一个人的成功 环境 天赋 学识等外部因素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依赖自身的勤奋与努力 应当说 机遇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它不会一直特别垂青于某个人 也不会永远回避某个人 挫折与失败 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经历 勤奋和刻苦 才是真正的成功法宝 后天的勤奋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让输在起跑线上的人 同样可以赢在终点 地道愁德 地道就是大地的特征和规律 地道愁德 出自周易挂词 地势昆 君子以厚德在物 这是说一个人只要有道德 就像大地一样 胸怀宽广 任耳为 承载万物 能负重 道通德厚 无怨无恨 那么大地万物 也定会褒奖于你 道德经里有云 大丈夫 居其厚不居其薄 居其实不居其滑 意思是说人存在于这个世上 要为人厚道 不要浅薄 心地要朴实 不要虚滑其表 所以厚道于人应该是舍弃浅薄虚滑 而秉持朴实敦厚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 学问再渊博 但若品行不好 为人不正 也将不容易被大多数人认可 春秋时 赵顿在义桑 看见有一个人就快饿死了 赶紧给他食物 那个厄汉呢 却只吃到一半 赵顿问他 为什么呀 厄汉说 他想把食物留给母亲 赵顿 可怜他的孝心 让他尽情吃 另外又为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 后来晋灵宫袭杀赵顿 搏斗之中 有一名晋灵宫的武士 突然倒戈一击 救出赵顿 赵顿很纳闷 问他为何要这样做 他回答道说 我就是当年义桑的那个厄汉 赵顿在问他的姓名时 武士不告而退 原来那名厄汉武士 名叫林哲 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侠士之一 正所谓 福祸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人在自我向上提升 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 必定利于他人 利于众生 而被众人所赞颂 利成品 与此同时 其若自愿舍去 其品积累所得 功名利禄等的回报 反馈社会 那么积累就变成了得 一个人想要走得远 就必须拥有人后的品德 这样才不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 自己也会从中受益 人道愁成 人道就是人生之道 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准则规范 《义细词下》当中说到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经过儒家的不断修饰 人道一词被赋予了更高的人文含义 中庸里讲到 成之者 人之道 成成为一种对做人 基本价值的追求 成为一种是否还称得起为人的底线 具体就是要做到 成身 以至成立身行事 先学做人 后学做事 成言 说话要真诚 以成代人 以成行事 不说谎 不失信 诚心 真心诚意地对待工作 精怀坦白 光明磊落 成孝 是以恭敬的心 侍奉父母 使父母衣食无缺 心宽慷态 自己做事做人要端正 父母有了错 也要委婉地指出来 这样才能不妄为人 如果一个人不成 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 就失去了 比千金还宝贵的东西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 觉得去为你奉长作戏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